1898年9月21日,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发动政变,白日维新宣告失败,随即囚禁光绪,皇帝于中南海迎台。 长久以来,人们在谈到光绪皇帝时,总会抱之以深深的同情,原因主要有两点。 一是光绪在位34年,一心想有所施展,奈何手中无权,二是光绪身心俱疲,他成为傀儡皇帝,内心充满苦闷,结果被囚禁致死,一声叹息。 一,光绪从四岁登基到38岁去世,在位时间如此之长,可没有一番作为,确实是一个悲剧。 可是,在光绪老师翁童和看来,光绪被囚禁致死,丝毫不值得同情。 这是为何?从翁童和日记中,我们发现了光绪的真实面目。 绝大部分人心目中那个文弱,无能的皇帝,竟然有著完全相反的一面。 他性格暴躁,骄纵和偏执,一言不合就大发雷霆。 光绪还没大婚时,翁童和就发现自己这个学生,脾气之暴躁非同一般。 从光绪九年二月到六月的不到半年间,翁童和就在日记中记载了光绪竟六次大发脾气。 其中有一次,不知道什么原因,光绪突然爆发,用手奋力击打玻璃。 结果满手进血也,动不动就乱摔东西,甚至表现出自残的倾向。 对于还未成年的光绪来说,这绝非寻常,以至于翁童和感叹。 圣性如此,令人恐惧。 光绪为何会这样? 由于年幼时就入宫。 光绪人众缺乏父母的关怀,致使长期生活在畸形的生活中, 使得他心理年龄长期处于儿童阶段。 对于这一点,末代皇帝溥仪最有发言权,是皇位让他内心产生了变化。 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中,描述了童年时期的生活。 琉璃瓦顶是黄的。 轿子是黄的。 乙垫子是黄的。 衣服帽子的里面,腰上细的袋子,吃饭喝茶的瓷制碗碟,包盖西饭锅子的棉袍, 果蔬的包袱皮,窗帘,买浆,无一不是黄的。 这种独家占有的所谓明黄色。 从小把唯无独尊的自我意识,埋进了我的心底。 给了我与众不同的天性。 光绪也是如此。 从入宫那一刻起。 慈禧太后不仅禁止光绪与父母的联络。 而且要求光绪身边的侍卫、宫女、太监等,不能出现年轻人。 所有左右近视。 只以老成质朴数人。 凡年少轻挑者。 盖不准其服役。 长期生活在如此高压的环境下。 光绪心理逐渐扭曲。 最终性格暴躁。 结果成为了一个悲剧。 参考资料。 迎抬气血迹。 轻实稿。